嗨,上次在冰城堡里捡到了一把破龙枪 却被冰原凶整的都没脾气了 现在我要回去把他们都给解决了 要不然我的企鹅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是你啦,做我的枪下完魂吧 哎哟,这两只不怕死的还拼命冲过来 打了三下才把他们捣死的哦 接下来我的企鹅们就可以好好地生活啦 这次呢,就是那座白色的房子里一探究竟 说不定又是新的居住地脑 有两只怪,可怜的小家伙 缠一下我的破龙枪的厉害 哎呀,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啊 五星的宝铲子,色的工具到齐 该找Boss较量一番了 我看对面的机研房屋不错哦 肯定是Boss居住的地方 从冰原搭过去 这上面写着龙骨弓试炼 一共有三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呢,是尼弓 这次就不能像之前一样作弊啦 天空是被空气抢给隔住的 这迷宫也太小了吧 这里面,钻来,钻去 很快就赚到啦 箱子里面藏着铁丝 点阳还有无限射击武 最是想让我自己来做五星龙骨弓呀 来到第二个试炼 这次就算是跑酷 还是这么简单的跑酷啊 小意思啦 我跳跳跳 怎么会掉下去 我还不信啦 我再来 就快到终点 呃,又删下去啦 怎,怎么回事 怎么还继续掉下去啊 姐姐,你刚才不是说很简单的嘛 呃,我说过了嘛 关键最上面有空气墙 跳都跳不动啊 不过几番催事后 纵算是过来了 这次的卷轴是强力射击武 第三个试炼 死亡试炼 一共有四条通道 岩浆和水流 我觉得吧 这身一是死 这死一是身 就这扇了 哎呀,还真的是 奇怪了 龙骨弓呢 是不是忘记放啦 其他三条通道 全都是被空气墙给挡住的 还好选对了 不然就凉凉了 上次啊,从高空看 后面还有个记忆房间 说不定会在那呢 穿过食人鱼岛 就能够顺着搭过去了 牌子上说 这是最后的boss 不会吧 铺巾是什么都没有啊 周围全都是伙伴 龙骨弓忘记放啦 现在连boss都没有了 哼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 你在干嘛呢 了解 又找我什么事情 每天黏着我 不好吧 谁黏着你啦 你说谁呢 今天我看天气不错 我们出去野外探险吧 探险 探险 说明明大陆 穷的叮 你才穷的叮当响 迷你大陆是没有边界的 怎么穷啦 你去不去啊 来 坐上我的龙舟 咱们出发了 奔向未来的海域 什么没有 你杀我呢 什么没有 你看 那前面是啥 有茅草屋 说不定有老爷爷在哪 茅草屋上有钻石 快跑 天到天得 为小表妹 听听听 别过去 这是玛雅茅屋 传说玛雅茅屋是没有门的 这四周还摆放奇怪的灯笼 凡是进去的都是没办法出来的 表姐 你继续编 想自己偷偷拿钻石 就说 我还看到里面有金字呢 你走远点 金先生 你别打我了 我不说话 你自己去吧 别往前 我背后长眼睛 可看着你呢 哼 这小表妹 不经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就只能够在这里 祈求你平安公式了 对对对 让你独裁 这下中招了吧 这下被叫飞了吧 哎呀 我呀 可是在这屋子底下放了三十六个炸药桶 能不把你炸飞吗 嘿嘿 原来这几天全都是表姐设计的 还有你们这群大坏蛋 帮着表姐天的计划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记住了 拿着 待会按计划形式 走吧 这么晚了 表姐肯定睡着了 哪来的臭伤人 你想被烧就被烧吧 第一次放火 真好玩 以后还能来你家里放火吗 可以的 大火气的把楼梯烧毁 别留下证据了 你继续放火 我先回去睡觉 啊 我的房子啊 怎么回事啊 我的家呢 野人 臭野人 是不是你干的 你赶紧给我下来 他我不打死你 还敢掉到我家里面 等等 不对啊 这野人怎么会放火 不会是小表妹吧 小表妹小表妹 咦 她在睡觉 难道不是她 小姐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你 刚刚出我家放火了 表姐你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 别想在我身上 嗯 看你在睡觉 好吧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 那你帮我修房子吧 就几点了 明天早上吧 小表妹你看 我家昨天全都被烧着了 喂喂喂 你在那跳什么呢 赶紧过来帮我修补房子 过来吧 这 这怎么会有梯子 她是傻衣 怎么还留下半句证据 都交代都清理干净了 你在干嘛呢 快来帮我看看 怎么收理房子 不行 对表姐知道 我就完蛋了 一不做二不休 放上炸药桶 点上火 证据 来吧 啊 什么声音 我的家 我的家怎么了 小伙伴们 啊 村里面有一个富豪 富豪干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叫小婷 小婷长得像洋娃娃一样可爱 非常受大家的喜欢 小婷长得像洋娃一样可爱 小婷长得像洋娃一样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眼就发现了小婷手上的胎记 便知道其实这个才是自己真正的女儿 而小婷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都告诉了富豪 富豪听后没有生气 只是对小豆说 以后多了一个妹妹了 小豆开心的点了点头 于是富豪和小婷小豆 他们这一家子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哈喽 亲爱的迷你小伙伴 今天关头想决定前往奇幻山谷的地方探险 现在我处的位置就是了 为能够保证顺利探险 还给我们准备了无敌增石套 星星礼盒64剪 还有个系列的武器呢 莫非是有什么劫难 开始让我们寻找山洞 我想这就是了 提示牌说跳下去 下去就下去呗 给我从这里穿过去 来到第一关卡 嗯 这就是山谷吗 四个岩浆洞 有一个是正确的鹿 这个还有个字牌呢 就选你吧 特别让我牺牲了 没事 第三关卡了 最久违全都是岩浆 你多么转过来景象 可千万别掉下来啊 赶紧溜来溜啦 睡着台湾板上来 眼前就出现了一批的强盗 我顺势掏去了我的机箱 对着他们一片很早 我也不想的 你们冲上来可怕我卸坏了 这么快就要挑战boss的吗 打开开关 哎呦 从脚底冒出来 哪来的小孩子啊 还附加了减速 走开走开 咦 出现了方块 球还有手雷 原来都是钥匙碎片 要制作三个开关 将每个开关放置位置 每放置一次 就会听见灯的响声 随后就会开启了暗道 我又继续来了 这些森林还有很多家小心 怎么回事 冒出了好多的卡卡号球场 森林你的家伙 我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 那要这样子的呀 跨过围栏 不公平 这是你们比我的 但他好像伤害不了我耶 我在这里果然是无敌了 好这些小雪人 还挺厉害的嘛 好啦 心理干净了 透过玻璃的间隙 闯又进来 这些是什么来的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 挡板吗 避开先 这好像没有办法避开 我就透过缝隙穿过去 得嘞 又是一个神奇的地府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怪物 先吃一些东西压压压先 来吧 模样包是这么多呀 快快快召唤起来吧 别以为只有你们有 我也有 然后牛仔战卡卡和球场 当然结果是我们赢啦 神奇山谷试炼可真多啊 下一个关卡又来很多招老头 500点血的招老头啊 还有神奇山谷里的密斯拉大军 要不就要着和他们拉扯 照着被恐龙给生吞了 虽然我也是恐龙 最后观看还是蛮简单的 有小绿人和卡卡 被爬在南瓜上的我是无敌打 不过被缺毁 这里就拿到了钥匙 完成熊出没的神奇山谷挑战